硬派越野车非常考验一个品牌的研发实力 通常只有大品牌才会拥有硬派越野车 并且在可靠性 越野性能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早期的硬派越野市场都被日系品牌占据 像芬田普拉多 三菱帕杰罗 这部布马人等这类车型 是大多数越野爱好者的首选 并且高昂的售价 也让硬派越野成为了土豪的专属 所以在国内市场 硬派越野车长期都是小众车型 但不可否认 随着自主品牌的崛起 让这一小众领域逐渐进入了家用范畴 就如北京BJ40坦克300这种现象级产品 凭借着亲民的价格迅速走轰国内市场 月销一万多台的成绩 更是打破了硬派越野车的销量记录 国产硬派越野车的成功 也助力了中国品牌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硬派越野车不再是日系车的专属 因为我们自主品牌已经有了像坦克500 北京BJ60这类更高端的硬派越野车 不仅越野性能强劲 豪华感甚至达到了百万级豪车水准 特别是这款全新北京BJ60的到来 将彻底改变硬派越野车市场格局 硬派越野不再只生存于恶劣的环境 它能更好地满足城市同情 在智能化 舒适性 豪华感方面 重塑硬派越野车形象 不仅能让自己享受到驾驶乐趣 还能让全家人玩得酷起来 终于被国人捧红 24万配267马力 80皮革内饰 三把锁带大量四驱 在这种中大型硬派越野车领域 国产车和日系品牌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风化现象 日系车可靠保值 但产品力仅限于越野性能 而国产车已经做到了豪华越野并存 特别是北京BJ60的出现 将全方位打击同级对手 这款车采用了与凯雷德 领航员等百万几豪车相同的非承载车身 加四轮独悬的底盘结构 在20万级市场打造出了豪华舒适越野 这一稀缺性优势 可以说比它舒适的没它能越野 比它能越野的没它舒适 还能给出23.98万至28.58万 这一亲民的价格 纵观整个硬派越野市场 在产品力和性价比方面 BJ60的确是独一份 但是这一稀缺性优势 让它迅速走动国内市场 成为了更多家庭新选择 首先这款车是定位为中大型越野车 整车尺寸方面 长宽高分别可达5040 1955 1925毫米 轴距达了2820毫米 论体量确实要比哈佛而持有 芬田普拉多大很多 所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这款车足够霸气 会发光的五孔方格式中网 与大单组融为一体 硬派中透露着十足的科技感 粗壮方形的轮媒 外挂式备胎等设计元素 让高调的体态更显霸气 特别是大尺寸所带来的好处就是 空间感会更加宽敞 即便这台车有五座七座布局 几乎每一排都能拥有不错的乘坐空间 还有大十寸全景天窗 航空级头短舱座椅 支持20响电动条件 一二排座椅支持加热 通风按摩功能 舒适性不输豪华SUV 关键这款车 放到后排能做到零度纯屏 完全达到了舒适大平层 让车内秒变双人大窗 不得不佩服北京汽车工程师的设计功底 除此之外 百万级SUV的豪华质感也是时刻在线的 中国文化元素与高端材质的结合 处处散发着高端用味 全内饰皮革覆盖率接近80% 还是大量抗菌环保材质 达到了健康座舱A级水准 细节处服役镀铬 烤漆金属 以及256色氛围的内点缀 质感相当诱人 10.25英寸液金仪表 12.8英寸中控屏 1.92英寸启动按键屏 和SUV四大屏的组合 是对古典气息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 形成了四屏联动智能场景交互系统 智能车机人性化 提供导航 多媒体娱乐 出行服务和生活服务交互体验 搭配迎宾感应系统 电动脚踏板 方向盘加热 手机无线充电等高端化配置 豪华感不输百万几号车 同时该车还支持LRG驾驶辅助功能 包含了底盘透视在内的540度全景影像 全速翼自身巡航 碰撞报警 开门预警 车道偏离预警 定线辅助 主动刹车等配置应有尽有 在动力方面 北京BG60采用了2.0T加48V轻魂的组合 最大功力高达267马力 406牛米 传动匹配了采F8AT变速箱 以目前来看 超过400牛米的2.0T发动机非常少见 所以它的加速性能非常卓越 在48V轻魂的帮助下 起步轻盈 换挡平顺 若身材油门 动力输出0米 超车秀门 还只需加92号起油 相比同级对手 很有优势 关键 它还拥有85升的大油箱 和35升副油箱的空间 所以理想状态下 满油续航可达1000公里以上 非常适合长途穿越 以此为基础 BG60还配备了分射四驱系统 前后三把锁 射水感应 乳形模式等硬派配置 在低速四驱模式下 可将扭矩放大2.54倍 能够轻松征服很多严苛的路况 而分射四驱三把锁都可电控操作 此外 BG60还配备了 世界级ATS全域智能操控系统 共有17种驾驶模式组合 所以说 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台车 越野不再是专业的象征 很难想象 一款20多万的硬派越野车 可以实现这么多的用车场景 把原本家用 豪华 越野等行业独立的特性 完美结合 从而满足了当下多元化的时代需求 不得不说 作为硬派越野世家的北京越野 超强的引发实力 给我们带来了百万级豪车体验和强悍的越野性能 真正实现了把钱花在刀刃上 所以这款车一亮相就备受关注 居息上市83天 累计订单量就超过了1万台 怎么样 这样的越野车你心动了吗 点赞观众 我们评论区见 点赞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